台中有一所私立大学的林姓教授 上个月开始遭人在大白天开车尾随进到校园 甚至还故意擦撞他的车 还收到了恐吓信 放话要他好看 连家里的地址都被泄露了 他也怀疑说这整个案情并不单纯 可能是跟校内的捐款衍生出来的纠纷有关 那么现在就怕威胁伤害到他的家人 林姓教授已经报警 要揪出幕后的诸事者 林姓教授开车见到校园 没想到闸门一开都还没放下来 一辆车就紧紧贴在后头跟进学校 甚至故意酿成擦撞气毒伤害 让林姓教授心生畏惧 撞你以后在停车上两个人把你围住 那我就拿手机派他们车号 他们才离开 林姓教授指控一名就读参旅系 一眼憋的新兴男子 去年捐款一百万给学校 没想到与校方沟通不良 让他被误会式右翼阻拦 进而传出用钱买学位的假消息 一个月来遭新兴男子派小弟跟踪记恐吓信 连住家地址都被泄露 林姓教授上系上反应 也写信给教育部长信箱 都得不到任何援助 不过遭指控的新兴男子喊冤 发出声明 是教授与学校的问题 强调一切都是莫须有指控 陈姓系主任也出面澄清 募款过程一切公开透明 并没有任何不透明的部分 或是思想受受的可能性 到底这位申诉老师 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抹黑或伤害学校 每天的一个巡查次数 已经增加到两倍以上 4月16迄今 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员 不明人士闯进大学校园 造成人心惶惶 校方表示已经加强巡检 只是捐款一百万原本的每亿 演变成恐和纠纷 三方各说各话 林姓教授以及报警 希望透过司法介入 换他公道 接下来您这边台中 撑不到